今天和大家讲讲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BA4 BA5 之前的视频讲过Omicron BA1、2 一如所料这些变种病毒就不断推陈出身 其实真的没什么出奇 因为RNA病毒 就是新冠病毒这种类型的病毒 变种是正常的 变幻原始永恒 不变种才是奇怪 所以有BA1、BA2 接着有3、4、5 其实真的不出奇 之前Delta病毒本身 由它兴起到衰落之间 已经有200多个兄弟姐妹 这些通常都是病毒学家才有兴趣的事 但现在这些病毒就变成了 大家每天看到的新闻头条 这件事真的非常奇怪 当然大家也有很多不了解 有时看上去很害怕 Omicron病毒很明显感染的人数 比之前那些变种病毒感染的人数 要多得多 那么多人被这种病毒感染 病毒在人体里复制 它不断产生一些变化 你也是预计的了 说回Omicron BA4、BA5这些病毒 在何时发现呢? 它其实在3月初 在南非已经发现了 接着就在南非旁边的国家 博士雅纳都发现了 之后陆续在欧洲国家 比如德国、比利时、英国这些地方 都发现了这种病毒 跟这个BA1、BA2、BA3一样 BA4和BA5都是属于Omicron病毒这个大家庭底下 即是说基本上全部都是Omicron 但中间可能有些小微小眼的小小分别 基本上BA4、BA5就比较近似BA2 那三者的激蛋白 即是说病毒表面那些 本身一支支黏在细胞的激蛋白 基本上是相同的 然后大家担心这些病毒 会不会又席卷全世界 或者怎样 现在不知道了 不过呢 so far来说3月多 现在到4月头 就基本上在南非 有了BA4、BA5之后 就并没有引起说很多 就是多了很多确诊的数字 或者多了很多人进医院 也没有多了很多人说是死亡的个案 所以暂时我觉得BA4、BA5纯粹是学术兴趣 一般人似乎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它 而且它始终都是Omicron的一种 我们都相信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防止BA4、BA5成为重症 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防止感染当然会差一点 因为Omicron病毒本身的变化比较大 大部分人之前感染过或者打了疫苗 防感染那部分都是一般的 但是防重症那里 因为用另一个机制 细胞免疫系统那里去负责的 不是单纯 好像防止感染那样 只是单单靠抗体 当然我也要说多一次 这个病毒在南非没有引起牵然大波 原因就并不是说只是病毒本身又说变弱了 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南非本身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 这个病毒好了 然后有天然保护力 还有一部分人都是打了针就有那个保护能力 假如有一个地方打针的人很少 尤其是高危一族打针很少的 再加上很少天然感染 就是之前没有什么人感染过这个病毒的话 一旦BH4、BH5在这些地方散开去 一样可以引起重大的伤亡 就像香港之前这样的情况 之前那些药厂就说会很快做一些 针对Omicron的疫苗出来 似乎好像过了他们答应的时间都未能出来 不过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冠状病毒 令到我们很错愕的 就是它那个变种的速度是相当之快 是我们预期之外 那它这些变种的速度高 就差不多 其实就比流感病毒 就是经常都变的病毒 就那个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一个这么快变化的病毒的环境下 你研究一个疫苗 如果你只针对Omicron 真的难保它突然间就新下一个变种 就是Omicron之后的变种 可能由另外一个方向走 如果是另外一个方向走的话 你新做出来的那些疫苗 可能又是对付新的变种病毒 尤其是防感染那部份可能又变差了 那变成了药厂已经投了很多资源 金钱下去了 这个可能是药厂和科学家的其中一个考虑 始终这个都是一个全新的病毒 我们所知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有限 很多时候它的表现都会令到我们有些始料不及 总之怎样都好 病毒就是会不断变的了 我们喜不喜欢都好 我们都要接受这个现实 好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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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